直指中国是日本现在最大的挑战 日本外相林芳正周三接受美国CNM专访 还承认日本正在与北约讨论 将在东京设立办事处 他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世界变得不稳定 北韩核武和中国威胁 都促使日本重新思考区域安全 而东亚与北约的合作 也变得更加重要 只是中国当局前几天 才刚刚警告北约 不要把触角伸进亚洲 如今林芳正进一步证实 虽然他表示不认为 北约进驻日本 会让紧张情势恶化 但恐怕都会再让中国更加跳脚 愤怒回应 东宣公信综合报导